在永丰公委员会以及各方士绅的带领下 水里乡妈祖庙永丰公一年一度的盛世妈祖初旬绕境活动正式展开 有超过50个镇头前来参加 让水里的夜晚非常热闹 今天是我们水里乡 今年一个大队的彩制活动 已经办了差不多五六十年的历史了 今天我们这个活动 领头都有差不多五十几天非常热闹 也有办理软球的活动 让大家保平安 我们的马祖只有开机马祖 有两百年的留守 以后每一年都会来去办这个活动 先议员陈淑慧 肖志全也到场参与绕境活动 议员们希望借由绕境活动保佑地方平安顺遂 每一年集结我们水里乡国共苗 大家共产胜举 来基盘到绕境这个活动 上条就是说 就绕境我们的马祖母 可以设到我们水里乡国家都 国航都来祈求马祖 保佑地方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平安顺遂 也感谢所有委员的辛苦 也期待说 我们今天的民主活动 可以在我们历史委员会的支持 包括定国社团 校校 机关顶顶 来支持 可以继续跟我们地方 重要的民主活动 继续跟来演示 而永丰公每年都会办理 马祖绕境活动 更是地方一年一度的重要盛事 今年更开放专教底 来排队的人潮连绵好几百公尺 也能动 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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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下去靠下去 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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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尤其我們今年 整合這個活動 來選擇就是 軟腳腳 送吉祥物 總共有來 幾個就是三個地點 也收到很多民眾 和信徒 共同來這裡排隊 來軟腳腳 希望軟腳腳的每個人都可以 心想事成 永豐宮是水里鄉最早的開機媽祖廟 已經有200年的歷史 更是地方的信仰中心 而每年的媽祖夜巡繞境活動 更動員全鄉民眾熱烈參與 讓水里鄉的夜晚 猶如不夜城 記者邱平易水里採訪報導